这期绝对是美系肌肉车迷的福音 一台在骨仓中荒废十来年的雪佛兰科脉络 看小伙用两个月的时间 如何将整车重新整备升级 回归阔别已久的道路 据大卫介绍 这台车的主人由于年事已高 加上近期查出癌症晚期 在临走之际 放心不下这台陪伴自己多年的老伙伴 于是在离开世间之前 准备为其寻到适合的新主人 恰好大卫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于是就将这台爱车以连麦带送的方式 赠送给了大卫 只见由于常年荒废在骨仓无人打理 车身已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不过由于骨仓较为干燥 整车的情况还不算太糟糕 唯一让大卫头疼的就是这T型天窗了 由于天窗未与车身拼接 导致车内满是厚厚的灰尘 同时驾驶室内还涨满了霉菌 另外大卫从车主那里得到消息 两扇车门均都无法打开 上下车的方式均靠着打开的天窗 大致对整车的现状查看一番后 大卫便开始为这台车的救援做准备了 这里需将骨仓前的所有杂物清楚 方便板车实施牵引 随后大卫将板车倒入骨仓门前 然后将牵引绳索固定在笔盘下方 做完这一切救援前的准备工作后 大卫将得到的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 接着再将档位切换至空档状态 当然还有车顶这拆下的T型天窗也没落下 也将其放在了车内 不然要是梦丢了 这块天窗的价值可不菲 但一切都准备妥当 大卫开始操控牵引装置 随着牵引绳的发力 这台尘封11年的科迈罗 再次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可能很多宝子对于这代科迈罗的外观较为陌生 因为这代科迈罗既不像67至69款那样经典 也不像82至92款那样拥有着经验的外观 但这些都不影响这代科迈罗在凡夫心中的地位 因为这代科迈罗 正是变异中男主最初拥有的那辆同代车型 只是后来由于车况太糟糕 被男女主的嫌弃 才在隧道内完成了改款升级 这里也能看到 这台科迈罗虽然在骨仓中停放了11年之久 但整车的欺验绝对堪称精品 并不像那些荒废在户外的车辆那般 出现欺验老化严重开裂等情况 装上板车后的第一时间 大卫便立即开启了返程之旅 因为大卫想赶在车主离世前 将这台科迈罗最好的一面 再次展现在车主眼前 回到车库后的第一时间 大卫就开始查看机舱状况 只见机舱内还算较为整洁 各类管道线术均还保存完好 长时间的停放并未被杰瑞祸害 接着大卫将空力取下 准备检查下方的化油器 经过检查大卫发现 油门连杆并未锁死 这对大卫而言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随后就是查看发动机情况 经过大卫尝试 惊讶地发现发动机风扇同样能转动 另外还发现了一些小细节 如几根雪糕棍用来隔开 燃油管与加热器软管 这是为了防止两者接触后 燃油管内的燃油会温度升高 接着大卫又将燃油尺拔了出来 发现尺间机油足够现阶段的尝试启动了 便将燃油尺重新插了回去 随后就是断开机舱内的燃油管 因为大卫不想让里面存积多年的燃油 进入化油器内对其造成伤害 断开燃油管后 就是新电瓶的安装连接了 当将电瓶连接上 大卫第一时间就开始检测 只见中控台下方已有灯光亮起 接着就是前后大灯的查看 同样没让大卫失望 全部灯光都亮了起来 这绝对是大卫自己都不敢想象的 这台1979年的科迈罗尘封11年后 竟真的在接通电源的那一刻做到了 随后大卫拧动启动钥匙 机舱内竟奇迹般有了回应 这证明启动器没有被锁住 还能投入后续的使用中 可当大卫尝试暗响喇叭时 却没有丝毫的声音传出 不过这并未对大卫产生丝毫影响 随后就是查看火花塞是否有火花产生 这里能明显见到有火花在闪烁 见火花塞和启动器均能继续使用后 大卫将燃油瓶中的燃油加入化油器内 这里的燃油就类似于启动液的作用 当然这加入的量就根据情况而定 接着大卫尝试拧动启动钥匙 瞬间机舱内的发动机就有了回应 就连大卫自己都难以相信 这台荒废了11年的科迈罗 在第一次尝试启动中就能有如此好的表现 要是有充足燃油作为供应的话 机舱内的这台大心脏已经彻底苏醒了 于是大卫又再次给化油器内添加了燃油 便开启了第二次启动 然而机舱内的发动机并未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 一连几次也没能将发动机启动起来 于是大卫首次进入了驾驶室内 手脚配合开始起 这里由于脚下在不间断里 竟成功将机舱内 沉睡十来年的发动机给换下 不过同样没有燃油的供应 使得发动机并未运行多长时间就熄火了 但只要确定发动机还能正常运行就足够了 随后大卫将散热水箱打开 发现里面竟然还有充足的冷却液 对于常年与这些老爷车打交道的大卫而言 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只能说这台科迈罗给大卫带来了太多惊喜 接下来大卫开始将化油器处的燃油管断开 准备用临时油箱连接燃油泵来进行供油 这里能看到拆除这燃油管也非一事 最终依靠浅子才顺利将其给拆了下来 随后就是连接临时油箱的管道 现在这套临时供油设备 就能将燃油源源不断地进行输送了 做完这一切后 大卫再次回到驾驶室内 看这次能否让机舱内的大心脏彻底苏醒 随着点火启动 发动机的运转逐渐平稳 于是大卫尝试给它顿时后方的排气管上面 喷出了大量物体出来 机舱内的大心脏引发出了深沉的冲冻声 从这里能看出 只要有充足的燃油供应 机舱内这台发动机的运转 完全挑不出半点毛病 这也是为何这些肌肉车在全世界 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只要能让它吃饱喝足 就能满足你对车辆的一切需求 不过在大卫的观察下发现 后方有根排气管似乎出现了堵塞 于是大卫尝试将里面的物体给掏出来 竟从管道内掏出了大量的杂物 这下清理干净的 两根排气管道均能使用 接着再查看中控各类仪表 发现仪表均恢复了工作 另外大卫此时也发现了 这台车的行驶里程为149,000英里 约为239,792公里 当波动转向灯时 车身的前后转向灯也均闪烁了起来 显然整车的线数均无需整备 随后大卫来到车尾将燃油夹注口打开 再拧开内部隐藏的油箱盖 结果里面散发出了难闻的气温 便赶紧将其给你们回去 另外大卫也判断出油箱内早已干涸 同时在发动机运转的这段时间 大卫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 经过沉思后才得出是怠速忽高忽低 于是便将怠速螺丝调节了一分 这才将问题给解决了 接着就是查看变速箱油 这里没有了前面那般好运 经过检查发现里面的变速箱油已所剩无几 只能赶紧找来一个空瓶子 将其一分为二作为漏斗 才顺利将变速箱油给加了进去 随即大卫便进入驾驶室内 准备上路体验一下这台科迈罗的驾驶感受 由于前挡风玻璃被灰尘覆盖 大卫只能拱着身子将头探出车顶 来观察前方路况 在院子内转了两圈后 才意犹未尽地将车开回车库 第一时间就将科迈罗给开上了直升机 准备查看车辆的底盘状况 首先查看的就是这销声器 因为在刚刚的试驾中 坐在车内的大卫能清晰听见这销声器一响 同时大卫还发现 底盘下的排气管道锈时极为严重 得后期重新进行更换才行 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到 底盘下的状况与车身形成了鲜明反差 整个底盘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锈迹 另外还在底盘下发现了有漏油的迹象 不过这些现有问题 都还在大卫的接受范围内 因为这样的车况对于大卫而言 已经属于精品车况了 趁着车身在矩升机上的同时 大卫拧开油底壳 将里面存积多年的机油排出 然后就是滤芯的拆卸 拆下后在第一时间将新的滤芯更换上 最后再添加新的机油进入 接下来大卫又开始清除前挡玻璃灰尘 准备再次在院中试驾一圈 不过这小子也是懒得我都没有形容词表达 只擦拭出了入眼这一小块 出门后第一时间就来了的原地飘影 随后再驾车来到道路 可还没怎么提索 车内的各种灰尘泥沙就飞舞了起来 让得大卫已没了试驾兴趣 不过这小子还是在原地玩起了烧炭 这才让大卫玩尽兴 于是便草草结束了此次试驾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大卫准备检修整车的刹车系统 因为在前面的试驾中 刹车明显能感受到异常 也不知是问题具体出在了什么地方 只能将车胎一一拆下进行查看 拆开后的状况让得大卫一阵头大 只见里面的刹车分泵漏油极为严重 现在已经结为快撞 于是大卫便立即对其进行检修 期间分别更换了新的刹车分泵 最终耗时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检修 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大卫顺带将机舱内老旧的刹车油壶拆下 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刹车油壶上去 随后就是车门的问题了 前面讲到车门无法正常打开 强行打开后才发现 车门的脚链销轴衬套磨损极为严重 导致车门下垂 无法支撑这用料十足的车门 导致前任车主一气之下 直接将两边车门给牢牢焊接在了车身上 所以才无法将车门打开 为了彻底解决车门不整 大卫只能将整扇车门给拆了下 现在能看见底部衬套已经损坏 只有将这衬套更换掉 才能从本质上解决这道难题 随即就开始了做减法工作 同时大卫还不忘用记号笔标记出原有位置 拆下后的第一时间 就将上面损坏的底部衬套给敲了水 随后再更换上全新的衬套上去 就大功告成了 这里由于左右两边的操作方式相同 凡夫就不一一讲解 待将车门装回后 还需将前任车主焊接车门时 留下来的焊点打磨平整 另外还更换了一个全新的锁感 现在这扇车门就能正常开启关闭 解决完车门的难题后 大卫一刻也没闲 又投入到了燃油箱的拆卸中 因为大卫发现原车的燃油箱有漏油的迹象 为了以绝后患 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全新的燃油箱上去 最终费了一番功能 才将这燃油箱拆了下来 同时大卫惊讶地发现 这台科迈罗的构建表还保留在油箱上 对于这种上了年头的老爷车而言 这构建表算是相当珍贵了 因为这构建表上有整车所有的信息 大到发动机的型号参数 小到车身上的一颗螺丝钉 都有准确的标注 要是车上哪个配件损坏需要更换 那么就能根据这构建表里的型号 准确找到该型号的配件了 如这新装上的燃油箱就是最好的例子 现在这台科迈罗 终于是有了一套属于它的全新燃油系统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清洗车身多年污垢了 宝子们请记住现在这台车的样子 等下绝对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高压水枪冲洗而过 洁白的车漆也展现了出来 这个过程可谓极为解压 要是换我上 我能乐此不疲玩上一天 最终车身在大卫的仔细冲洗下 这台科迈罗再次展现出了洁白的车漆 剩余的工作就是更换这老化开裂的座椅 还有就是整备这杂乱的驾驶室 这里由于有吸尘器的加入 让得工作效率直线提升 最终耗时小半天时间 才将整车里里外外给整备了出来 最后由于这座椅皮革开裂严重 已没了再次修复的价值 大卫只能无奈放弃 准备到拆车厂寻找成色较好的座椅靠背 最终在一堆破烂中 发现了科迈罗的同型号座椅靠背 花费了60刀成功将其拿下 但颜色却是一款经典的酒红色 与整车黑色的内饰完全不搭 另外将这座椅靠背带回家后 发现这净是副驾座椅不是主驾座椅 于是大卫只能再次对其进行整理 才将其改变成了主驾座椅靠背 随后就是靠背的改色喷漆 这里能清晰看到 吊着的靠背随着大卫的不断喷涂 原有的红色已慢慢消失 逐渐变成了极具质感的深黑色 现在唯独还剩下开裂的坐垫皮革没有准备了 大卫准备到时有缘遇上了 再对其进行更换 因为赠车的那位老大爷已时日无多 大卫得赶快完善车身的后续工作 争取让老大爷能见到一台崭新的科迈罗 接下来就是底盘下这套排气管道的升级 由于嗅饰严重 大卫直接将其全部切割掉 轻松将分成无数段的排气管给取下 而新的排气管道大卫也早早逃了回来 为了能有更好的驾驶体验 大卫选择了一款直通式销声器 这样就能在驾驶时体验到深沉的咆哮声望 最终大卫花费半天时间 就将这套全新的排气安装上车了 便立即进入车内踩踏油门 来感受下这套全新的排气声浪 发出的声浪绝对是让每个男生都无法抗拒 于是大卫立即开车前往 给大卫赠送科迈罗老爷子的那个工厂 想让老爷子在离开之前 再次坐上这台陪伴多年的老伙伴 此时老爷子的身体已经极其虚弱 看着这台老伙伴的重生 老爷子是由衷的高兴 为了不留下遗憾 老爷子要求大卫驾车 再在他最后一程 来让他最后体验一下这台老伙伴的变化 老爷子不断催促大卫提速 来最后体验这台科迈罗最狂暴的一面 可想到老爷子身体状况 大卫只好委婉拒绝 不过最后还是让老爷子过了一趟烧胎 这才满足了老爷子 好了这台1979款科迈罗也就到此为止 老爷子也在体验完这台老伙伴后的第二周 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宝子们对这样一台肌肉车有啥见见的 咱们评论区见